7月28日距离李文举办追悼会还有4天的时间 其家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相关的事宜 细心考虑到粉丝与亲朋的感受 决定邀请粉丝参加 并且会捐出所有的礼金 遗照也已经选择完毕 是按照李文生前喜好来安排的 在这个过程中却意外地出现了一则小插曲 李文的两位姐姐与其丈夫布瑞斯再次产生了争执 甚至一度闹到了警察局当中 姐姐们想将遗照中的白色礼服随遗体下葬 可是在寻找这件衣服的时候 发现李文生前百余件名贵礼服都被布瑞斯撕吞了 李文姐姐表示 在布瑞斯家中并没有找到这些衣服的来源 认为是妹夫将这些礼服都撕吞了 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一部分的遗产 想要用这些钱来养那两个女儿 面对这一指责 布瑞斯发出了一则声明 她说自己并不想争夺什么 在结婚的这段时间内 与李文的财产一直都保持独立状态 从未去奢求过什么 也没有所谓的贪婪之心 从头到尾 她只想要好好的生活而已 却因为一些人的原因 给她造成了很严重的舆论压力 甚至侵犯了自己与家人的个人隐私与名誉权 导致自己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这让她非常的痛苦 认为这一切源头就是那个不实的诽谤言论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为真 布瑞斯特地去找律师发表了一篇声明 表示自己放弃所有的遗产 不会去跟妻子的家人争夺些什么 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至于她口中的有心人 极大可能就是李文的二姐 几乎在李文去世后的第一时间 这个二姐就出面回应 短期内组织了很多的粉丝 并一直在针对布瑞斯 算是彻底带动了舆论 难道因为对方的一则声明 网络上的舆论就反转了吗 在这之后 网络上的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一位知情者出面爆料 称这一切都是李文两位姐姐的计谋而已 李文的去世与二姐有很多关系 从小到大都备受二姐的嫉妒与针对 可她本人却觉得这是应该的 就因为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 这位知情人表示 李文的二姐才是那个想要争夺财产的人 之前她就是做了李文的经纪人 手中有很多大粉的联系方式 在妹妹去世之后 更是收割了她很多粉丝 这么多年 每一次上节目 二姐就总会说一些讽刺李文的事情 在节目中不断贬低她 妒忌二字已经被明晃晃地写在了脸上 李文自己也曾经抱怨这一点 说自己发现丈夫出轨 想要离婚的时候 二姐却阻止了她 不想让她离婚 爆料的知情人表示 这些事情只要是了解李文的人都知道 并且可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在面对质疑的时候 更是不慌直面二姐的粉丝 这件事的走向已经逐渐变得荒唐了 最后的真相还是需要等李文的尸检结果 各位更加相信谁的说法呢 2011年10月刚唱完世界游泳锦标赛的主题曲 其下台官宣了结婚消息 嫁给了大她16岁的加拿大商人布鲁斯 对于偶像的这段婚姻 大多数粉丝都难以理解 不明白条顺盘量的电臀天后 为什么要找个又老又丑的二婚男人 不过诽谤归诽谤 奈何她超爱 成为布鲁斯的太太之后 李文的状态就像16、17岁 出入爱河的小姑娘一般 乐此不彼地和粉丝分享热恋日常 今天和老公溜弯捡到了小鸟 明天苦恼和老公参加晚宴 不知道穿什么裙子 后天出球做鸡翅给老公吃等等 甚至开心的时候 还会连发多条动态 像布鲁斯是爱 叽叽喳喳的模样 引无数追根粉丝玩耳 但天后的真情实感 并没有污热鬼老的心 妻子是妻子 女友是女友 两个身份可以是一个人 也可以是多个人 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 布鲁斯也一样 没娶李文时 你浓我浓 死缠烂打 娶了娇妻后 却向往外面的野花 据李文好友爆料称 布鲁斯偏爱年轻靓妹 几次三番背叛妻子外出觅食 第一次被抓包时 尚有些羞耻感 李文也是适时晒照 给老公改过自新 回归家庭的台阶 奈何管不住欲念的布鲁斯 再度出轨 甚至还光明正大的外出鬼混 丝毫不在乎妻子的感受 更令李文难以接受的是 视如己出的两个妓女 没了爱情之后 李文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备孕生子 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棉袄 结果磕戒了九次 也不见有任何结果 甚至还让原本健康状态就不好的她 雪上加霜 多重打击下 其罹患了抑郁 新婚一冷下取官妓女 搬离爱潮 来了一个眼不见为尽 至于为何不离婚 毕竟近二十年的感情 不是嘴上说断就能翻篇的 而且结婚时没签婚前协议 轻易离婚可能导致身家会被分走大半 所以媒体采访其二姐李斯林时 对方也只能无奈地表示顺其自然 彼时的粉丝还给姐姐加油打气 祝她早日康复远离渣男 没想到等来的不是天后无扎一身亲 重返舞台 而是自我了结抢救无果的复告 事业难返巅峰 婚姻遭遇背叛之余 李文还一直承受着病痛折磨 2022年跨年夜当天 社交账号突然更新动态 照片中的电臀天后翘臀依旧 但在盈盈不及一握的小蛮腰上 却挂了一只引流带 如此病照引起了粉丝担忧 纷纷找其姐兼经纪人李思琳了解情况 得到的回应是 妹妹刚出生就因盆骨脱臼做过一次手术 虽然成功下了手术台 能保证行走于常人无异 但也留下了伴随终生的后遗症 并且年纪越大越明显 果不其然 在注意到李文的社交动态时 引流带挂腰变成了绷带缠脚 据说因为病痛的折磨 163公分大个美女 体重竟然早早就跌破42公斤 今年2月末 李文社交动态再次更新 其自爆升来左腿就有缺陷 手术失败后一直靠透支右腿支撑完成行走跑跳 甚至是在舞台上超负荷的唱跳动作 原以为沉浸舞台能减轻痛楚 结果2022年10月份排舞时 一不留神导致髋关节一味压迫神经 导致曾经的唱跳天后成了走两步都是奢望 所以李文打算一次性和所有病痛来个最后决战 成就和以前一样继续唱跳 败也好过日日提心吊胆 照片中的她身着象征生命力的绿色宽袍 双手合十 虔诚的祈祷 腿部手术能成功 但彭松的卷发 憔悴的状态和强烈自我鼓励的文案 还是在不经意间泄露了她的无助 彷徨与恐惧 好在有母亲和姐姐一直陪伴左右 就像小时候手术失败后那样 陪她再次从学习走路开始 但没有想到这次学走路失败了 据姐姐称 6月30日 其曾因身体不适入院 但一天后就返回家中 2日当天和姐姐母亲平静地吃完午饭后 如往常一般地进入了浴室洗漱 或许是安静狭小的空间 让李文想起了多年以来的不顺 抑郁症产生的负面情绪爆棚 持力气猛然划向手腕 在出现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时 已经浑身是血的状态 在送医院抢救时 脉搏已经弱到探寻不到了 即便官方表示醒了也是植物人 但其年近90岁的母亲 还是不愿意放弃女儿 最终经过医护人员的一番拼力抢救 虽堪堪让李文恢复意识 但不知是伤势过重 还是求生意识不强 李文还是在三天后魂归天际 事件少了一个美丽笨女人 天堂多了一个月光爱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